六甘教和既存工会的房屋修宣结尾 从一开始的主案心想温馨到现在 有情有听心的处 一路驾驾是受到没这个人的困惊和支持 副总统大清朝是特别回来台南 在一处来到房屋修宣的地点 为民众也感谢志冈 认为民众的乘客来优策 用实质行动支持台南 独立的房屋修宣转案 为了要帮助一宅六甘 也十六岁家庭 有我们的厨房会担担 几乎六甘教一直以来 都在各厨房屋修宣的支持下 就得有种听心的处 帮我受伤家的 帮忙这些有需要的人 现在也已经完成超过百号 这一路驾驾是相当不简单 因为他们感觉到社会有爱 所以我们在阿中部长来的时候 我们特别邀请这些志愿工作者 能够跟阿中部长一起吃饭 所以我们很谢谢表达 对于我们这些志工团体们 对于社会弱势者的照顾 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任今年的白王蔡尤燦 他是副總統努青帝 台北第14號南下 九龍教受賞國安實在 也請出來幫忙 其實幫我受賞家外 當初就幫助一隻六天 不過在努副總統 是臨時頂的時尊 是非常支持 緊張法務隊上 扣到六歲家庭 現在身為副總統的他 也欺負了大陸的成功的經驗 扣到其他館期 我有邀請我們台南市的 這些好朋友 有沒有意願 我們做更廣一點 除了台南市有需要的 我們要繼續協助以外 其他的縣市 如果有需要的 肯不肯去幫忙 大家一口同聲 他們願意 當然會從南部先開始 因為也考量到 我們人力物力 等等的考量 但是一定會一步一步 做到全台灣有需要的地方 對著房屋受賞家外 不然是受到副總統 熱情在肯定 其中我會帶家人 起床後 也會上重視 經帶出對著 原住民的幫忙 也不可以考慮 可以說是將這行房屋受賞家外 直到經驗完成 在今年 他也特別告訴我 原鄉的原住民 來到台南 跟我們作為打拼 生活基因也沒有落差 所以對原住民要關心 所以在去年 我們對原住民都沒有受理 他不怕 他改善 他大的環境 所以拜託說 黃市長 這個棒子接下來 他更支持這樣的一個案 有錢有聽什麼 房屋受賞家外 到現在已經完成了一百十三間 在未來過一步一腳印 繼續幫忙有需要的人 這經國家外 除了有進會推動 背後 今天是有這關店 要付出的志工 也是因為有大家受賤 做會 才會讓這下期 處處窮夢問問 有錢有聽什麼 讚 記者陳怡 榮東驊區 採訪報道